最近有一个厂商给我寄来一款新的产品 那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看外观特别轻薄 没错就是它 一个笔记本的隐形支架 大家好我是悟空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笔记本的支架 我想你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一款 推进镜头看一看 这款笔记本支架是之前我接触过的 比较小的笔记本支架 因为之前我接触过的笔记本支架 都是那种塑料的 或者是比较大的 甚至是带一些三十风扇的 我觉得那些笔记本支架也非常的好 但是这一款跟它们有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便利性非常的强 可以看到上面只有大概是一个iPad大小 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个样子 然后后面它有一个粘胶 就这种不知道是不是那种普通的胶水 但是其实我也比较担心的是 它能不能就是比较好的贴合到笔记本背面 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设计的话 我能预见的一种问题就是 如果你的笔记本散热正好处于这个背面 那它这一块粘上就没法散热了 所以这是一个设计上的一个问题 就我看到的一些问题 像苹果的笔记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基本上它的散热都在这一侧 这一块 所以它不会有这个问题 等一下我们贴上去看一看它的一个承重的效果 现在的角度是15度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稳定性 然后我现在正在单手的打字 像这种状态下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你双手打字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承重都在中心 它如果边缘就有一点点不牢固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不影响你日常的使用 其实这是它的官网 因为这个Mofit现在还没有正式的上市 现在还属于众筹的阶段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细节的调节 你现在看到这种状态是笔记本的一个15度的状态 这个状态其实我是比较喜欢这种角度的 但如果说你觉得这种角度还是不够高的话 你可以自行的进行一下调节 调节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只需要把这个片织起来就可以了 操作方法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它直接按 按到另一侧 OK 这种状态就是25度的状态 我们使劲按一按看它的稳定性如何 其实这种角度我觉得稳定性是最强的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下压力的测试 先把它放上几本书看一看 这样当然是没什么关系的 但是它容易滑掉 怎么办呢 我们这样先把它放到底部 再放一本书 两本书 三本书 还是不倒 不行我要再取几本书 四本书 哎呦天 五本书 哎呀 它就是不倒 没想到这一个小纸片就要这么大的威力 你现在看到笔记本支架 其实已经在笔记本的下方了 就是它 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款笔记本支架 叫Mofi的笔记本的支架 这个笔记本支架其实第一个卖点是隐形的特点 就是你放在这里几乎是察觉不到它的存在 这是它的第一个优点 也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那我要出的第二个优点就是这款笔记本支架 它的体积是非常的小的 据我所知 这应该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小的一款笔记本支架了 而且它的调节性还是非常的简单的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承重力 承重力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就是我们把这些书全都落在上面 基本上一点都不拆 而且我还使劲敲了敲 都毫无那个拆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笔记本支架还是不错的 那说过它的优点 那我们来说一下它的缺点 我见过的只有两个缺点 就是它在这样立起来的时候 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边缘的不稳定 但是这种边缘的不稳定 我觉得是可以 我们可以释怀的 因为毕竟没有人故意去碰触这里 所以我们键盘区间不会颤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缺点 第二个缺点就有可能是有部分笔记本的设计 可能不是散热中心可能位于这里 但位于这里的时候 你如果把它散热口贴在这里是根本是不可行的 在笔记本支架横飞的年代 如果出一款就是眼前一亮的这种产品 还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因为我觉得好多厂家其实做笔记本支架可能都是模仿 但是如果真正做出一款具有设计感的 这个笔记本支架可能是现在行业里面应该思考的 OK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欢迎我的视频点赞转发 到视频的结尾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大家对这款笔记本支架非常感兴趣 你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参与这次抽奖 下一次我会在视频的留言留言里面抽出一条新观众 然后送出这款Mofit的还没有上市的笔记本支架 然后如果大家对它感兴趣我还可以联系厂商进行一次团购 OK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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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